直接地上摆滿雜物 施工人員手拿工具 正在房間內拆除設備 另外一頭 從餐廳內搬走好幾欄食材 工作人員之所以忙進忙出 全是因為民宿以及餐廳 要被迫拆除了 這也是台東太馬里金針山 2002年有業者 乘出原住民保留地 只不過當初明明申請 種植金針花以及茶葉 殊不知業者竟違規 蓋了民宿以及餐廳營業 租約在2008年到期 園民會以及鄉公所想要討回來 雙方依次走上法院 2016年高等法院判決結果出爐 業者必須把土地上的建物拆掉 並歸還土地 但拆除工程卻一直言 鄉公所又在2017年提起強制執行 期間法院依法同意緩執行兩次 今年4月法院辦理現地勘查 定於29號上午進行拆除作業 收回國有土地 但業者卻持續經營 直到28號都還有收客 有客轉成從高雄來台東 本來想好好放鬆一下 結果5月就訂好的民宿 竟然要被拆除 真的是好無奈 而業者坦言真的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你要來拆我的房子 你又要真的是違法執行 我是老百姓 我對司法是沒有意見 但是我覺得對這個判決很有意見 顏明慧表示是業者違反租用地募 甚至還沒有繳交租金 等於是佔用土地 TV新聞 劉晉雯雯子潘 台東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在蛇間 我智itus 恨 屈